新增一个Android可以选 名称的话我们同意叫做这个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 当然最低的版本我们用2.2 或者2.1其实都OK 然后呢Tuckit的这个SDK 就是你要用哪一个SDK 你要是自己的电脑状况 如果说你电脑你觉得跑到OK的话 那你可以用4.22的版本 或者4.2的版本 如果你觉得你只是希望说可以先跑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4.22啦 那这边我也是用那一部的用4.22 这两个版本 那这个SIM 这个布景主题就用NONE OK按下一步 那基本上下一步这个地方也是下一步 都这个也是内建的 那这样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用Photoshop去自己去改 改那个Icon的部分 那再来这个也是下一步 OK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这个Type这个我想也用下一步好了 这用预设的 好那启动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这一个新的Project 那这个新的Project 你可以看到上面 相关的画面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就陆陆续续把 我们需要的包含就是说 几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云端 白板上面的这个这个画面 里面的话呢包含就是说 我需要放几个 从其实从这边也可以去看到 那里面的话这边有一个是 应该是 这个英里转公里 界面设计这个 那里面的话呢包含就是说 这个 其实主要各位好就是要他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 AdTest 那AdTest上面英里然后再一个 AdTestView 再加一个 这个TestView 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先把它放大 旁边有个放大键 不要小小的 我看有些同学就直接这样拉 其实很辛苦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到底要不要留 或者不留 我建议先把它砍掉好了 重新再键 OK第一步可以把它砍掉 没有了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RelativeLayout 把它Change一下 我们暂时 练习的时候呢 暂时不用RelativeLayout 因为呢 问题会比较多 我们用什么呢 LinearLayout 循序的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 改成LinearLayout向下 第二个的话呢 再拖拉出一个那个 我们用TestView 第一个是英里嘛 所以请各位修改上面的名称 叫英里 然后ID的话 请参考那个画面 第二个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要输入 输入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请各位切换到那个 这个工具 工具里面的TestView TestView 以后要输入的话 用这一个 那如果说要输入的是一个数字的话 特别注意 它这边还有分 你可以输入的是电话号码啦 或者email信箱啦 或者是里面可以放文字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选这个 就是叫做Lumber 这个也是Password 往下 应该不是这个 就是可以输入的是数字部分 那请各位往下 那因为我们不要小数点 所以请各位这个Lumber拖拉过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帮我们产生一个 AdTest 那这个里面框框 将来就只限制 只能输入数字 而且你点击的时候 它下方的键盘 会自动跳数字 如果说你选错的话 比如说你选到那个Test 就是文字的话 它变成下面就是打字的那个键盘出来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然后再一个什么呢 再切回来 FoneWidget 再放一个那个 将来要显示多少公里 然后再放一个Button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请各位先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第二个的话呢 建议是先把上面 先改哦 不要不要说之后 你用Relative要再来改 就会怎么样 它位置固定了 所以你要改就很麻烦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 记得先Change Layout Change Layout 再把它改成那个Linear Layout 这个 就是 这已经显示Linear Layout 里面的那个Vertical部分 Linear Layout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界面的布局部分